工资兰这是东西 群是助假 群主的假账 我们那个流水线上 就我一个女性 他们平常就有时候 没事爱开我玩笑嘛 就说男女性之间开那种玩笑嘛 我就说他们班长 我就说巴嘎 开玩笑说了句巴嘎 当时我们系长在那里 就勃然大怒 真的当时就勃然大怒 他说你是研修生 你是中国人 你在日本工作 我们说你什么 骂你什么 你就只能停着 你就不可以还嘴 然后觉得后来吃饭的时候 坐在那休息嘛 我就看到在天空 我说太累了 我说真的在这边太累了 我说不想活了 然后就回来就 他回来就想不开嘛 然后就从楼梯上面 就跳了下来 张女士从中国来到日本赚钱 来到这里后 发现这里并没有 终极描绘的美好难度 而是被各种剥削 工资单全部被作假 到手的工资 和他自己记录的上下半时间 完全不一致 公司这边的记录 是张女士没有家过一天半 而实际上 张女士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 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二点 如果算上她的加班费 这家公司 至少欠她三十五万人民币 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强度 让张女士苦不堪言 被送到这家偏僻的仿制厂内 已经半年了 这半年来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有时候腰酸被动 但是她不敢和老板说 害怕因为工商问题被遣送回国 中国人去日本打黑工 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话题 但是至今仍有大批的中国人 向日本进行劳务输出 往往这些人都是以研修生的名义 被送至日本 并且持研修生签证 日本政府的官方说法是 他们让这些研修生来日本 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 培养熟练劳工 而实际上 研修生的身份和学习毫无腕力 他们只是最纯粹的劳工而已 日本老龄化严重 年轻人不愿意再去工厂上班 所以日本通过研修生的方式 来签证招募外国工人来日本工作 中国人通过劳务中介公司 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日本公司 然后在国内经过基本的日理训练 达到日起的要求后 就按照合同进行工作 这些老务公司 通常会描绘给你一张宏伟的蓝图 而事实上 这些日本工厂 都开设在一些荒郊野外 所谓的包吃住 也就是软禁 那些享誉全球的日本制造商品 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张女士来日本打工 完全是为了远在中国的儿子 她希望通过劳动赚钱 来给儿子买一栋房 如今 即使受到了工厂的压榨和欺压 她也不知道 该通过何种图形来维权 新闻记者采访这家工厂的时候 负责人表示 他们遵守了所有法律 并且已经支付了张女士的加班工资 工厂的推陷责任 在意料之中 记者又联系到了衣服品牌总部 拜里斯纽约和CDG 均为中高党品牌 他们的品牌负责人表示 这是供应链中不可供的外包原因 大致意思就是 他们都是有合作的工厂 但是这些工厂 可能外包给其他黑工厂 这就是他们管不了的事情 但是面对记者的疑问 他们还是表示 会尽快取消这些工厂的合作 尽管这些日期表示 会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谁也不知道 究竟是否有利益关系 在日本 至少有6000家公司 雇佣研修生 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 其中 有70%的公司 违背了有关 非法无薪加班的劳动法 所以在日本 这似乎成了司空见怪的事情 由于很多研修生不会日语 所以他们来到日本后 成了被严重的剥削者 但是 即使你会一些日语 依然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黄先生在国内自学了日语 他来到日本后 这里跟他想象的一样 环境很美 但是 现实给了他当头一帮 他来到日本的一家纸盒厂工作 这里的老板 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优好 在一次机器调试的过程中 他用日语和老板打招呼 但是老板爱理不理 由于疏忽 他的手指被机器转了进去 工厂不仅不给他治疗 还要把他钱送回国 为此 工厂让他签一份协议 读动日语的黄先生 处于对自己的保护 并没有签字 黄先生试图索要赔偿 但是工厂老板更狠 直接申请了破产 一旦申请成功 那黄先生的意外 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 石女士铺开面前的医药单 这些都是他找心理医生开的药 他在工作中 受到了严重的欺凌 他觉得自己 因为是外国人而不是针对 在他工作的流血线上 就他一个女性 他们平常没事 和他开一些欢玩笑 石女士只能选择默默忍手 但是有一次 他开玩笑的 用日语回了一句巴感 他的戏长就勃然大怒 我们那个流水线上 就我一个女性 他们平常就有时候 没事爱开我玩笑 就说男女性之间 开那种玩笑 我就说他们班长 我就说巴嘎 开玩笑说了一句巴嘎 当时我们戏长在那里 勃然大怒 真的当时就勃然大怒 他说你是研究生 你是中国人 你在日本工作 我们说你什么 骂你什么 你就只能停着 你就不可以还嘴 然后觉得后来吃饭的时候 坐在那儿休息 我就看到在天空 我说太累了 我说真的在这边太累了 我说不想活了 然后就回来 他回来就想不开 然后我就从楼梯上面 就跳了下来 石女士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 并且摔伤了被捕 她可能无法再次工作了 现在的她 正在努力将事件 生死为工伤 她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来到日本劳务 其实在劳务中 研修生的工伤并不是个例 日本法务省 在报告中显示 五年里 死了157位研修生 其中17人是自杀 这些人到日本后 想着增长自己的阅历和技能 以获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但是 他们却别日本 当时最廉价的劳动力 毫不夸张的说 研修生制度 就是现在版的奴隶制度 希望大家出国劳务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通过正当的合法途径出国 我是大同 只分享给你 刚分好电影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